烈日當頭工人揮看如雨 逮到機會就拿起水猛罐 這個有600cc 基本上這個也要3、4、5罐都有 隨手一測 戶外浮盛溫度就超過38度 为了保障高温环境工作者的健康 劳动部带头到工地劳解 确保有洒水风扇等降温设备 还有配备工业电扇的休息隔间 热危害的预防 包括它有没有提供饮水 工作的一段时间可以做休息 另外就是它有没有 现场有一个降温措施 不查再没有改善 我们就会实施处分 会到3到15万 严酷的高温环境 热伤害风险大大提高 劳团代表也集结劳动部前 要争取高温假入法 现在下地盘 高温要纳入 大太阳下悄悄打打 飞机维修等机坪工作人员 往往都在通风有限 又没有空调的环境下工作 几乎密闭没有通风的环境底下 40度以上的高温 全身上下的衣物都会是湿的 然后在里面你会觉得 呼吸非常的不顺畅之外 你最后就是只能变成用 嘴巴用大口吸气的方式在换气 但目前局安法 举对室内高温作业 如锅炉 锻造 蒸汽等 有一定休息以及饮水的标准 劳团就呼吁 尽速定出天災价专法 并加高温价纳入 扩大适用行业 度过高的情况下 航机是不能允许乘客登机的 不是只有乘客是人 其实我们公司的员工也都是人 那这部分高温价的部分 希望也可以并入天災价一样 而劳动部也派代表出面 接过陈情书 不过对高温价却没有正面答复 至少让我们知道 现在研议的进度 我们内部团体我们在做个评 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做回应 高温价制定看来仍有讨论空间 但又如何防患未然 保障劳工在高温环境下的工作安全 已是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 东三残新闻 李鼎立无聪 台北报道 李鼎立无聪